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梁剪内影,我是小梁 今天有大家带来一部搞笑剧情片《闺蜜2》 影片主要讲述了女孩意外得到100根金条 她必须在24小时之内全部花完,否则就会性命不保的故事 故事很搞笑小金条的小伙伴记得一定要看完哟 有种大漂亮刚刚答应男友的求婚 她立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好闺蜜翠花 翠花为她感到高兴,为了巩固一下两人的闺蜜情 翠花决定带着她去越南来一场单身旅行 大漂亮很高兴,最后还带上了自己的小姑子 以及另外一个闺蜜新机表 一转眼四人高高兴兴地来到了越南 刚下飞机,他们就接到了另一个闺蜜小美的电话 小美很忙,但是却提前给他们安排好了时速和行程 当晚,他们去参加了土豪聪明哥举办的派对 派对上他们玩得很嗨,为了赢得聪明哥的青睐 翠花竟然和新机表争起宠来 最后,翠花索性豁了出去,一口吃掉了半只蝎子 这才成功上位,得到了聪明哥的宠幸 当晚,他就躺在了聪明哥百万级的大床上 而且聪明哥还贴心地送给他一颗红宝石戒指 翠花受宠若惊,感觉人生走上了巅峰啊 可是因为喝酒过量,他一激动就跑去卫生间 疯狂地吐了起来 就这样,价值千金的春宵一刻被他白白给浪费了 然而,更糟心的事情还在后头 吐完后,他才发现聪明哥送给自己的那枚红宝石戒指不见了 这可如何是好 要是聪明哥发现了,就是把自己卖了也赔不起啊 无奈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级了 于是他赶忙叫上其他的闺蜜忽溜溜溜地逃离了派对现场 第二天醒来后,他们才发现自己躺在沙滩上 而身上的衣服也不翼而飞了 此外,他们的手上也锁着一根大铁链子 铁链上还绑着一个沉甸甸的箱子 更诡异的是,大漂亮的小骨子也消失不见了 不过此时他们也顾不上这么多了 因为先找到一个安身之处要紧啊 于是他们用芭蕉叶包裹着自己的重要部位 然后来到了一处人家寻求帮助 很快这货人家的男主人就出来了 没想到这货竟然是泰森,好威猛啊 不过时隔多年,泰森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拳王了 就连一瓶饮料的瓶盖他竟然都拧不开了 我也是服了,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是看见漂亮妹子浑身贪婉无力吗 紧接着他们又把泰森比赛穿的短裤改成了抹胸裙 然后在泰森的保护下出门了 他们准备悄悄回国,溜之大旗算了 可没曾想刚出门就遇到了聪明哥的人 这下双方立即展开了一场蜘蛛大战 幸亏泰森还保留一点当年拳王的风采 在他的护卫下,几人总算是逃过了聪明哥的追杀 来到安全的地方后,大漂亮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 神秘人告诉他说,他的小姑子在自己手里 而且顺便还把箱子的密码告诉了他 让他在24小时之内把箱子里的东西花完 不然他们就要杀死大漂亮的小姑子 大漂亮几人听后一脸懵逼 于是赶忙打开箱子 瞬间他们就被晾下了眼睛 天呐,这箱子里竟然有一百根大金条 可是在24小时之内怎么能花得完呢 于是他们开启了疯狂的消费模式 几人先是买了一辆敞篷跑车 然后又开启了吃货模式 吃饱喝足后,他们又去商场买买买 可即便是如此,他们还是连一根金条都没花完 此时,聪明哥手下的杀手妹子找到了他们的踪迹 他假扮成商场的导购员 而且还热心地给他们推荐各种超豪华的旅游套餐 大漂亮和两个闺蜜一时间兴奋到不行 可就在他们做着白人梦时 杀手妹子带着一帮手下赶到了 原来这是一个局 目的就是拖延时间好抓捕他们 大漂亮三人也是不弱 只见他们拿起桌子上的盘子当飞镖 一时间聪明哥的手下被打得人仰马翻 就这样,三人从一众杀手的包围之中逃了出来 最后他们跳到了一艘船上 而这艘船正是警方的巡逻艇 来到警局后 三人见稀里糊涂的成为了大功臣 大漂亮警人有点懵逼 这什么情况呀 原来是昨天晚上在酒吧喝酒时 他们遇到了一个抢劫犯 这祸是警方通缉的重要犯人 三人一时间喝多了 酒壮怂人胆 他们不仅没有害怕 反而对着这祸就是一顿胖揍 就这样 他们稀里糊涂的帮助警方 抓住了这个重要犯人 从而成为了警方的大功臣 不过此时 他们的金条还剩下几十根 而时间已所剩无几了 为了以最快的时间把金条花出去 他们来到了赌场 因为三人都不懂赌术 于是小男人的认为 分分钟就能把金条输个金光 但事情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因为越是不懂赌术的人 手气越好 一番较量下来 几人好像是被赌神附体了 这下金条不但没有输出去 反而还越赢越多 三人有点崩溃 这该怎么办呀 很快 聪明哥也带着一帮小弟来到了赌场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安排的 至于那个神秘人嘛 其实就是聪明哥的前妻 因为聪明哥把两人的定件信物 也就是那枚红宝石送给了别人 前妻很生气 于是就设下这个局 让大漂亮几人 把聪明哥的家产全都花出去 至于大漂亮的小姑子嘛 她根本就没有在聪明哥前妻的手里 而是当天晚上玩魔术石 狮足坠下了地下室 则已一直被困在那里 至于那颗红宝石嘛 则被翠花拉了出来 不过我想聪明哥的前妻 应该不会再要了吧 因为这味道也太重了 一切水落石出后 几人又和聪明哥成为了好朋友 他们一起把酒言欢 一向眠愁了 我也是服了 这变脸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影片最后 大漂亮如约举行了婚礼 而她的闺蜜们也给她送上了最真诚的祝福 看了这部电影 小梁感觉很搞笑 因为影片的剧情不仅脑洞大开 而且还天马行空 一不注意就来了一个意想不到 我只能用三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太尬了 最后不知道各位小伙伴 都有哪些奇葩闺蜜呢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搜搜看 或者点击下方的关注哟 我是小梁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或者有想要的优质电影资源 就私信告诉小梁吧 小梁每天为你解说一部电影 喜欢小梁的话就订阅我吧 但一定要记得转发哟 小梁在此谢过了 萌萌哒 我们下期再见吧